如果你身边有人约会未成年少女,并在言语上挑逗诱惑她们,与之发生关系,你会去制止她吗?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制止她,但如果这个施暴者是个明星呢?你还会选择站出来揭露她的嘴脸吗?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犹豫一下,毕竟明星的影响力太大了,双右不顺就会吃了官司,被明星的粉丝们人肉施暴,成为第二个被害者。 然而这个19岁的姑娘,面对男明星的施暴,没有沉默,而是勇敢地站了出来,为自己和其他被伤害过的女生讨个公道。 这个19岁的姑娘,就是正与吴亦凡对峙,处于风口浪尖的都美竹。 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有过追星的经历,喜欢上一个明星,便会喜欢上她的一言一行,甚至产生过与其谈恋爱发生关系,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。 但如果你喜欢的明星跟你私聊见面,你会去吗? 很多追星的姑娘或许都会选择赴约,因为能约偶像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并不多。 然而这些姑娘们并不知道,她们所喜欢的偶像明星,在公众面前一副乖巧听话的嘴脸,在背地里却是另外一套银险狡诈的嘴脸。 当你满心欢喜地前往偶像的诸所时,你不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,可能是罗志祥那样的多人运动,也可能是陈冠希那样的死米拍摄。 目前国内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相关事件,但我们可以从韩国的生理门中窥见一二。 这些追星少女们并不是偶像的心头肉,她们只是偶像明星招致极赖的玩偶。 让人心寒的是,其中已涉世未深的未成年少女居多,其实这些未成年少女的姿色并不一定多好看,而偶像明星们看中的下好就是这一点。 因为跟美女网红们约会的风险太大,双友不慎被这些网红们抓到把柄,这些偶像明星的下场就是身败名裂。 所以这些偶像明星把目光放到了心思想法单纯的少女身上,因为她们比一心想要出名的网红好糊弄得多。 挑选这些无辜少女的脏活,一般并不需要明星自己动手,她们有自己的专业团队专门为她们物色这样的猎物,并且在享受完猎物之后,她们还会相互交换心得。 如同韩国圣里门那样,玩弄心思单纯的少女粉丝,更像是她们相互攀比的战绩。 最可怕的是,我上述所讲的内容并非空穴来风,而是一个19岁少女所爆料的内容。 在经过长期的网络暴力之后,在经过无数天粉丝的漫麻暴力之后,都美竹选择了正面硬杠吴亦凡。 非常露骨的把当时跟吴亦凡共度春宵的细节描述出来,称她只有三分钟,减害十分喜欢不做安全措施。 并且事后还为女生自己厉害不厉害,很难想象一个19岁的女生需要多大的勇气,才能把这么与偶像迷信之间发生过的如此私密之事,在公众面前坦诚不公地讲出来。 这么做对多美竹有什么好处吗?并没有。 多美竹很清醒地知道,自己的人生已经被毁了。 不管她在和偶像发生关系之后,是否还与其他人有过关系, 她都已经在路人的眼中成为了人尽可福的荡妇。 一个19岁的小姑娘成了众人眼中的荡妇,可想而知她将面临什么? 嫁不嫁得出去已经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她出门恐怕都会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。 或许现在还有人会称赞她,勇敢揭露偶像迷信的不齿, 但时间一长呢,恐怕大家都只会留下都美竹斯生活混乱这样的印象。 人生未来已经安淡无光的多美竹,真的不会害怕那些死刑她的死亡威胁, 因为此时的她基本上已经处于社会性死亡的状态了。 吴亦凡方面虽然仍在坚持,说多美竹,造谣说谎, 但结果已经在大家心里不重要了。 毕竟吴亦凡虽然国内出道仅仅9年, 但她的花边新闻永远是围绕了约炮两个字进行, 已经在大家心里留下了刻板印象的她, 很难再就此事进行翻身。 一个原本十分简单的摇眼问题, 弄到现在这种全民皆知的程度, 很难不揣测吴亦凡方面是否存在问题。 如今多美竹和吴亦凡两人身处舆论的漩涡之中, 谁也不是赢家, 众多的品牌方予无一番解约, 更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这类偶像明星的后续发展, 已经没有必要再去操心了。 如果他们触犯了法律, 那么法律法规会去处罚他们, 不需要吃瓜群众们给他们判刑。 此时更应该关注的是, 那些被偶像明星们伤害过的少女, 由于年幼无知所犯下的错, 并非只有死亡才能洗脱。 正值花季的他们, 还有大把的人生可以用来悔过。 我说这些并非是在为独美竹洗脱, 在这次事件中, 她的言行却是让人感到存在着目的性。 我所奉劝大家思考的是, 这件事情背后所牵连的受害者, 其中两个至今还未成年的女生, 让我最是感到心寒不安。 我并不知道接下来的事件发展, 会不会把他们的信息也牵连出来。 如果他们的名字照片出现在了公众面前, 我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情况。 对于追星和偶像, 我个人从来都是旁观的状态。 如今偶像团体众多, 无知的孩子们会喜欢上帅气有才的偶像, 也是正常的事情。 但千万要把偶像和生活分割开来, 和明星谈恋爱并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。 各位家长父母们, 也需要对孩子们追星的状态加以引导, 避免他们盲目追星, 接触到一些可怕的事情。 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, 无论是谁, 去祸害祖国的花朵, 都是不容饶恕的罪孽。 好了,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 这里是网红与品官, 但你解读不一样的网红新闻。 看完视频, 别忘了点赞, 点个关注, 我们下期再见。